台湾的生育率节节降低是全世界倒数第一名 也就是说现在台湾的孕妇格外受到呵护 在台北市有个新的政策 上个月开始公家停车场都设有孕妇专用停车阁 但实际我们走了一趟市府前面的停车场 发现几百个车位孕妇车阁是寥寥可数 百货公司也说要响应 但是今天上路第一天状况连连 看到粉红色的车阁别以为pink pink很可爱 一个buck就想停 小心这可是给孕妇专用的 俐落的倒车入库一次ok 不过下了车锁了门才发现这是孕妇专用 就怕面子挂不住小姐赶紧跳上车 知道这个车位有专属于孕妇吗 这个车位是专属于孕妇的 不知道 就连这个爸爸也很先 开个那么大台的休旅车 下车的乘客却没人挺着大肚子 镜头前好尴尬 都怪这告示太迷你 没有注意到 车子走了就停起来了 那你们希望他们怎么样推广 会招 挂个牌子吧 挂得明显一点的吧 不特别说民众真的很难注意 这粉红色的车阁 其实是台北市政府推广 助您好运政策 从其冤份实施孕妇车阁 除了公家停车位 全台的私人百货 也有45个孕妇专用阁 让你很感兴 孕妇停车阁位的话 其实我们是着重在跟 我们的博爱车位 就是例如说博爱座一样 是一个离让优先的一个方式 只是百货卖场上路第一天 状况连连 或许下次民众赶着 strapping前 可以先慢下脚步停看厅 别称了卡住孕妇权益的 鼓速之客 这些人郭先生 秋山台北 台湾报道